把小米用盛醋跑三天 作用真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烦恼 省钱又适用 下面一个视频 先来了解一下吧 喂鲜小米 大约呢 就是50克 把它放入到盆子中 清洗一下 倒入清水 把小米的灰尘 给它清洗干净 抓起好以后 给它捞出来 放入到锅中 开火 先把小米里面的水分 给它炒干 炒制的过程中 前程中火 不要大火 水分全部炒干以后 我们把小米给它炒熟 怎样片段小米炒熟呢 你们在炒制的过程中 会轮到一股香味 来小米或者微微变黄 这个小米就炒熟了 时间呢 大约就是三到四分钟 这个小米就会炒熟 小米炒熟以后 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入到一个碗中 倒入到碗中以后 我们再加入陈醋 再用勺子给它搅拌搅拌 让它们均匀地融合到一起 搅拌好以后 把它们浸泡三天 经过三天的浸泡 咱们的小米已经浸泡好了 把它舀出一勺 倒入到一个碗中 它用开水给它冲开 放到不汤嘴的时候 就可以饮用了 每天来上一碗 赶紧喝上一段时间 您就会发现 身体有惊奇的变化 您别看这个方法 食材超级简单 里边包含了老一辈人的 智慧与结晶 作用一点都不简单 该说的不能说 今天呢 老一辈人这个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非常的实用 而且又省钱 今天 视频就给大家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